从日本东京奥运会看懂背后的经济学 本期视频将通过三点来阐述这一逻辑 第一点我们看过去奥运会期间主办国的经济表现 第二点日本举办奥运会期间日元和股市的表现 第三点我们看一下布里斯班2032年奥运会的展望 大家好我是GoMax中文部分析主管Jacky 最近相信大家都在看奥运会中国队和澳洲队表现不错 分别位于金牌排行榜第一名和第四名 在奥运会期间主办国往往会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中心 如果奥运会举办的很出彩会吸引大量的海外人士关注 从而获得更多的移民和投资 但是如果办的让大家觉得不满意 那么股市汇率和房市都会有所体现 第一部分我们看一下过去奥运会期间主办国的相应经济表现 以2004年为例当时是希腊雅典举办 希腊政府负债一共150多亿美元举办奥运会 结果当年营收只有50亿美元 对于希腊来讲这笔亏损非常多 政府最后没钱了 很多行业和工作就出现了问题 结果当年失业率激增20% 耗时10年才还清这笔贷款 同样因为奥运会陷入负债还有加拿大 所以说奥运会对各国政府来讲 并不见得是在经济上一定是受益的 第二点我们看一下日本近期举办奥运会期间 汇率和股市的表现 此前新闻上也报道过 日本向海水中排放核肥料 目前很多运动员被迫从自己的国家带食物 拒绝吃日本政府提供的食物 所以在汇率方面 今年2月份以来日元一直在贬值 半年时间贬值了9% 本来如果是要办奥运会 会吸引国际投资者买入该国货币 进行股票和地产等相应的投资 但是很明显日元近半年持续被抛售 另一个角度是股票 欧洲美国和我们澳洲 股市在近期都在创出历史新高 日本作为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 在今年以来居然没有上涨 股价和年初基本持平 第三点我们展望一下2032年布里斯巴运动会 那么在澳大利亚举办奥运会 其实过去已经举办过一次是在悉尼 澳洲人民非常幸福 因为奥运会意味着国际社会对本国人文和经济能力 以及社会稳定性等多方面的认可 那么在2032年那个时候 我认为奥运的需求会增加 因为大家需要换澳币来澳洲旅游留学移民 相应的一些行业受益 会包括机场建筑垃圾和建材等公司行业都会受到利好 同时航空公司预计可以获得200万到300万的境外游客 那么同样酒店和赌场 Krong也会受益 因此奥运会从长期来看的话 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文化都有影响 虽然日本东京奥运会在疫情期间 从经济的角度来讲 亏损已经成为必然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疫情能够快些过去 希望奥运会的体育精神能够持续地传承下去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 想了解更多的市场相关信息 请关注我们的视频 点赞订阅 感谢大家